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的隔离饭店回音太强 我的错 我的错 好 我稍微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 首先呢 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凯西跟安妮来上这个节目 为各位说明一下 凯西是在纽约 安妮就是上一次已经上过节目的在雪梨的安妮 所以我们现在三个人是在三个不同的时区呢 有一点挑战 最有挑战应该是围棋啦 我们期待我们的 太早 对啊 我们还好 我们就睡到中午这样子 没有怎么挑战 好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 Dating文化 因为呢 已经上了那一集 我邀请到我的同学J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在纽约的约会经历嘛 然后也收到非常多的回想 很多人就表示 感觉跟他们的亲生经历不是很一样 所以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凯西跟安妮 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纽约以及在雪梨的约会经验这样子 好 两位有什么话要说 我现在先说一下 我其实是来插花的 我好像没有什么料可以提供 但是都是一些就有效料而已 差不多就这样 我们主角还是凯西 对 上次J说什么 她说 我有跟我的几个在纽约 也在市场上的女性们讨论过她的说法 然后就是我们可能她人比较帅吧 但是我们人可能比较丑一点 所以从来没有在路上被人家要电话之类的 没有啊 她说女生比较主动啊 那我可能就脸皮比较薄 没有去 但我觉得真的应该也是真的脸皮比较薄 因为如果 因为我有听过很多人是 就是会去酒吧啊 然后在酒吧喝酒之后 然后就会认识 就能跟别桌的啊 或者跟旁边的人啊 然后就聊天 就那一种 那我本人就不是那种那种路数的声音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有被要过电话耶 可是可是你知道那个是干嘛 那后来 那我有一次在在我们公司 然后就坐电梯 然后就跟一个年轻的小哥就在那里聊天 然后反正因为电梯走错了 就是那电梯很卡就乱走 然后最后聊一聊 他就跟我要电话 就想说哦 这种事件会发生在我身上 然后就给他电话之后 我们就约出来吃饭 然后你知道他是要干嘛的吗 你知道安利吗 对 没错 他就是那种说 嗯 你需不需要life coach 你需不需要pocitive energy 对他是 你知道那种有点像 富爸爸课程的 甚至安利 类似的情况 但是他的他的产品是life coach 然后他就说 然后那个小弟就大概 就是大概二十几岁出头 但是很年轻 然后他就说他想要教我live 然后我讲说 就表示他觉得你看起来像高中生啊 然后想要教你live耶 对就是我在这里被咬电话的情愿 对 除此之外好像没有 诶等一下等一下 我觉得应该要先介绍一下 你们在那个纽约跟雪梨居住多久 嗯 好好好 先介绍一下凯西跟安妮 他们在国外生活的背景好了 凯西现在在纽约待了第四年对吗 好像四年半 好像是 四年半 那安妮在雪梨待了 四年四年 没有我跟你说他离开美国就是我来美国的时候 对所以是应该是四年 那从哪里开始好了 嗯好不然先从凯西先说一下觉得 前一集的J她的经验跟你的青春经历有什么不同 你是说其实好像不太会在路上被搭讪吗 刚刚是讲到这里 我在路上会被Catical 路上一些歪男会说 哎呦不错很正哦 很正哦 哎呦 哎呦 没有啊就给不给亏这样子 给不给亏 对 所以没有真的被搭讪的经验 嗯 然后然后就像刚刚讲 因为觉得自己脸皮蛮薄的 没有办法 首先不太会喝 然后呢 呃 再来是脸皮很薄 所以没有办法在那种 呃 美国很长的那种运动酒吧 很很很吵闹的环境 然后还可以找到目标下手 所以 哦 还可以清醒 清醒的行动 无法 所以我用那个 用app叫做 嗯嗯嗯嗯嗯 那你的同学们呢 还是他们都就是鸟兽三 你也就 像如果是原本就在 纽约的人的话 他们本来就有自己的圈子 有自己的圈子 嗯 就是像就是连他们在学校的话 也都不太会参与学校的活动 因为他们就有自己的圈子 嗯对不需要就跟学校 那如果是呃 一些国际学生的话 就很多是在学校玩一玩啊 然后呃 如果说决定要回家 回自己家乡工作 或者是他们没有在纽约工作 找到其他桌到西岸去工作 那他们就会离开 所以其实是国际学生 然后又留在纽约的人 就蛮少的 嗯 呃 反正就如果透过 真实世界的connection 其实蛮难认识新朋友就对了 嗯 蛮少的耶 嗯 嗯 我有另外一个朋友 嗯 我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是阿富汗裔德国人 然后就是他的轮廓很深 长得很漂亮 他就是都会去吸引到那些 可能四五十岁以上的 的男士 的那个 然后要包养的那些 然后他因为他不喜欢用app 所以我不知道他可能就很有 很有办法 他每次都是可以去酒吧 然后认识一些什么 四十七岁的男士 附伤 附伤 对对对 所以他的感情生活 嗯 是比较复杂一点 是我没有办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那我 你刚刚说你有用dating app吗 不然我们第一个部分 就先来dating app点评好了 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大概用过哪些app 然后你觉得以使用者出发的话 感觉怎么样 嗯 好 我先说 第一个就是恶名昭彰的tinder 然后呢 第二个是 最近比较流行的bumble 然后 诶不是bumble是已经存在一阵子了 然后最近稍微就是又兴起了一波叫做Hinge 然后有一个已经退烧的 那叫做什么啊 之前安妮有用过 哦我知道 嗯 OK 对 OK 那个退烧了 对 那个退烧很久了 对没错 对 然后我身边的同学朋友们 都比较喜欢bumble 因为bumble就是 是由女生主动啊 那她的动机 其实她的她的创办人 好像是 以前在听的 女的听着 以前在听的工作的 然后后来跟听的闹翻之后 呃 创了bumble嘛 那她就想要 解决在online dating app的 很多问题就是 女生会 比较多女生会 被骚扰 然后收到垃圾信件 然后所以 她们的 主要的feature就是 只有女生可以先主动 去丢讯息 然后 对话才会开启 对 可是你要在24小时内 丢讯息给那个男生 你们配对之后 24小时之内 要丢讯息给那个男生 那男生呢 在24小时之内 要回复你 然后你们两个人 才能够 才可以搭起沟通的桥梁 对 然后第三个是hinge嘛 hinge就是 我知道耶 我觉得hinge的人 都比较文青 奇形怪 你想说什么 没有 因为她每次 我不知道她的那个algorithm 到底是怎么做的 但是每次她推荐给我的人 都是那种 长发啊 旁克啊 刺青啊 然后我觉得 就真的不知道 她那个 但是她的那个 她的app 还有她的设计的那些 问题啊 就还蛮有趣的 她就故意 问一些 很奇怪的问题 然后会让大家 留一些 很奇怪的回答 举个例子好了 举例举例 呃 好像说什么 你最 不必要的烦恼 是什么 就是声音太好听 长得太美 这样 没有没有 他们可能会说什么 他们可能会说什么 电梯突然就是 停啊 哦就是 她常常在担心这些 对对对 不太会发生的 对对对 那是会显示在你的profile上面吗 还是说她有一个board 对啊 她就是 你有一张照片嘛 女生看了就可以往下滑 然后往下滑就是 她的一些问题 或是一些那个 呃 statement 然后你就会写说 你最喜欢的东西 或是你最不必要的烦恼 是什么 就这样的话 然后如果你喜欢 她的回答的话 譬如说你同时 你也很害怕 就是电梯会 就是会困在电梯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去 按 好像是可以按like 或者按赞 然后呢 就可以从此开启一个对话 所以就 她 我觉得她是比较 她鼓励就是 你 你不一定是看到 对方的长相而开始聊天 就是你可以是 看到她的兴趣 然后你会说 哦 我也很喜欢 去 去 呃 运动酒吧 喝酒 或者哦 我也很喜欢做瑜伽 然后就是用这样子 看 你的profile 来 来开启对话 嗯 嗯 Hinge 在西岸 这边好像蛮风行的 因为这边 好像名声蛮好的 有成功蛮多队的啦 我自己的 就是那种朋友的朋友 至少有两队 是在 Hinge上面 就找到另外一半这样 嗯 但是 我 我这三个 三个app来说 其实我的成功率 最大其实是tinder 诶 我想到了 那个 为什么没有用 Coffee Mix Bagel 哦 我觉得不好用 真的 用了一下下 我觉得很 就这个也很怪 哦 而且因为现在很多 dating app 他们都想办法要 获利嘛 所以他们就是 开始会 嗯 好像超好笑 我们在学校也有讨论过 这个 个案 科技 对啊 因为 因为老师之前 讨论过的 就是tinder tinder他之前 有发一个是 那个什么 就是你可以 呃 你可以 boost的 就是你可以promote 你自己 嗯 所以就会让 也付钱 让你 嗯 一直会出现在 比较前面 让大家翻牌嘛 就是 就你买这些广告 对对对 呃 但是 其实这 这有点 违背 你如果长得很正的话 或是你长得很帅 你就不需要去 推广自己嘛 你就不需要去 买自己的广告 所以你通常 通 就是老师说的 不是我说的 所以通常会去买广告的人 就是这样子 比较歪的 我没有说 是老师说的 是老师说的 Coffee Meets Bagel 也有类似的 就是 我也有认识学姐 就是 很成功的 在台湾 然后遇到 Coffee Meets Bagel 然后后来就是 找到他老公 这样子 然后过得很幸福 嗯 但是 我不喜欢Coffee Meets Bagel 就是 他每次都要 几点数 然后你每次都要累积 对对对对 不知道累积那几个豆子 还是什么 还是几个 Bagel 之类的 就很奇怪 对 就他 他有点 把它弄得好像 一个游戏 但是 你 不会让你觉得 很好玩的一个游戏 就 有点 失败 嗯 然后像譬如说 你可能觉得 哦 这个男生可能长得不错 或是他学历很好 什么的 然后你如果想要去 跟他 你如果想要点他的话 哦 你要 你要 付钱什么 嗯 然后他 Coffee Meets Bagel 他就会说 哎 这个人很热门哦 你要多花500点 对对 才能够跟他讲话之类的 然后你那个点数 好像是要 你要多去 like别人 还是怎样 我有点忘记 反正就 我觉得有点 太复杂了 你要每天开app 的话 你就会 会加点数 然后或者是 然后他还会 每天推 他每天只会推给你五个人 还是什么的 对 所以我觉得 因为那个原因 我不太喜欢用Coffee Meets Bagel 然后 就太多 effort了 对啊 因为我觉得 online dating已经够困难了 然后可是你自己还要 帮手帮脚 对 还帮手帮脚 然后有这些app 就是还要叫你买东西 然后又点数什么的 然后到最后就会觉得说 算了 反正那个人也不是这么帅 放弃 对啊 然后像Bumbo的话 我觉得Bumbo是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 才发觉 天哪 原来可以理解男生 为什么 觉得要追女生 很辛苦 因为要想开场白 真的很难 因为Bumbo是女生要讲 因为Bumbo是女生要讲开场白 对啊 就是除了嗨 你好 你如果声嗨 她会说 你要不要多讲一点之类的 对对对 她现在已经有近期了 就是如果 你只有说嗨 安妮 然后呢 就是她系统下面 就会出现一个级告 选项 对 她会说 通常 你的选项要留长一点 才有办法 对 简而言之 她就是在下面补你的时候 Boring 这Bumbo终于让女生也感受到 开场白有多么困难 这件事情了吧 对啊 对啊 就是才蛮感谢 各位男士在外 奋斗 想像开场白的奋斗 对啊 除了Bumbo之外 其他都是男生主动的app吗 应该是说 除了Bumbo规定 只有女生可以主动 对 其他的都 其他没有 没有规定 所以一般 因为我觉得男生 可能需求就比较大嘛 所以他们是比较会去开始的 哦 我想到一个开场白 嗯 之前我有个朋友 他就是 情场老手 然后呢 他就教 教我们一招 要怎么打开场白 嗯 然后他就会说 哦 现在 秋意 正好 然后阳光 英文听起来会好一点 你是写一个友障的诗在那边 这是什么排队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翻译能力不是最好 因为你翻译的很烂 好好好 请继续 就是他就说 哦今天天气很好啊 然后外面感觉就是 哦 秋意正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秋意 呢 对 然后他就说 哦我今天做了那个 烤了一个南瓜派啊 然后等一下要跟朋友一起去就是去中央公园或是等一下准备就是吃brunch啊之类的 所以他就会用这一套开场白 即使他其实正穿着睡衣然后还躺在床上没有考任何的派就是他都会用这种开场白让至少你设了一个场景啊会让人就在他们脑中 会让人比较好接话 像他们就会说 哦这样子就可以 而且又可以从那个开场白可以感觉稍微描绘一下你这个人跟这个个性 哦就是你先在这个你开场白里面你放一些人设然后他他就可以 对 你可以用英文讲一次吗 我好奇用英文讲后面没那么尴尬 哈哈哈哈 真的很卡这样 用中文 对啊听起来超怪的 我讲一下他说什么 他说 Hey Kevin how's it going Um the weather seems really nice today I just baked the pumpkin pie Um and then waiting for my friends to come over for a party um got some drinks uh having fun How about you how's your Sunday 嗯 这开场白会不会太长啊 我以为那个开场白大概就一两句话而已耶 那个你会被哺啊 你会被booboring 就是 就该让情况进化好吗 对啊 因为你其实这样子很明确地描绘了你一天在干嘛 然后你大概喜欢做什么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就是比起说嗨你哪里来的 就是安安你好哪里人之外 我都是会看如果他们有什么 比较奇妙的照片 然后就会问一些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字节 不然是真的很难切入 要从哪里开始 但是我相信你问他照片 一定可能会有三百个女生 也问他的那张照片 所以如果可以稍微透露一些 在照片以外的自己的话 那你们有收到 有没有对方寄来的 你觉得不错 还蛮好聊下去的开场白吗 没 一阵清末 应该是没有吧 我们也不用硬聊 我们这边 我觉得这边的人都不太写字 他们就是直接拖 他们就是靠他们 八块鸡的第一张profile 然后他也不写字 他就放很多emoji 然后就这样 所以 emoji也不写 这边的style就是这样 然后你有时候看到一些有写字 你就会觉得 也没有写很多 就有人会写字 大概是 大概是这种心情 所以是承袭的上一次 那个 雪梨安妮抱怨的澳洲人 就是很爱秀身材 dating app上也是一样 对 他们身材真的是很好 但就是这样子而已 据点 据点 八块鸡据点 所以emoji 可是因为我听可能其他的男生表示 他们用emoji 其实也不是他们的本意 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好像 让人觉得比较亲近 对 就因为不知道聊什么 然后就觉得好像 自己觉得跟女生讲话 应该有一些emoji 比他们那么尴尬 抹 又抹 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女生觉得很蠢 无脑的象征 觉得可能跟办公室文化也有关系吧 因为在办公室的男士老板们 他们就算是跟我传讯息的时候 也都很短 然后通常都没有emoji 所以就是除了我男朋友有之外 而且他刚开始他也不太穿emoji 所以我就会觉得 我觉得那个很熟才会跟你 有点打闹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之前我有看过人家在聊 可能是在脸书 或者在instagram上面 就是你如果一刚开始 大家对于emoji的定义不一样 有些人就发那个清嘴的 那个emoji 那对于女生而言 就是这是什么意思 不管是女生或男生 就是这是认真的吗 所以现在我们是要交往了吗 所以你到底发这个emoji 发给多少个女生呢 就是会让人家有一些错觉 反正应该说emoji就用得不好 就反而是反效果 不如不要用的 而且因为他就是图啊 大家就自己看图说故事 大家的解释范围就更广了 但我自己觉得那种你在一个句子后面 用emoji那种可能还好 你如果一个完整句都没有办法写完整句 然后爆出emoji填写的话 那我就会怀疑这个人的教育程度 对啊你不觉得就很像你去山顶 里面看到山顶洞人就 哦我今天我今天看到一只牛 他就画一只牛 然后你要自己去想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就有点这种感觉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app 但是上面的人好像都是一样的 没错 啊所以我知道了 接下来就直接接近那个重点了 就凯西自己的心得是说 重点不是你有什么app 因为poor其实都差不多 都是同一群人 对因为就是其实就是那一群人 对 所以重点知道是你要聊什么问题 来确认对方不是只在约poor而已 因为凯西自己 你是用了那个tinder嘛 虽然大家都说tinder是约poor用 但你还是在上面找到了男友 对啊而且其实我的前任 也是在tinder上面认识的 然后我身边有几个朋友 现在也要结婚了 然后也是在tinder上面认识 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没错 在tinder上面的老鼠是很多 但是因为它是最广泛用的app 所以你的poor最大嘛 那你如果poor最大的话 当然就是什么样的人都会有 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在于 没有前面bumble 就是你非要自己开场 而且24小时不回复就会消失 你知道有多 就是现代人有多忙 然后手机上面有四五十个app 我觉得要设定的心态就是 你不要觉得自己一开始 就是最特别的那个人 所以如果你不是最特别的 那为什么对你要要求对方 24小时之内就要回复你 有的时候根本就是为了 希望你不要消失 所以他随便丢两句话 所以你们还可以继续配对 但是可能因为他随便丢了两句话 到最后就真的也没有什么好聊的 至少在tinder的话 你就没有coffee meets bagel的那种 几点的制度 或者是24小时消失的制度 你要自己过滤就对 就变成你要有 对啊 那我的方法是 我会先跟他们聊天 然后至少聊一聊 觉得这个人emoji没有用太多 教育 还有没有教育 有完整句 对有讲完整句 文法有正确 我会一开始就问他们说 你在这app上面要找什么 因为很明显就是有些人就只是 短期循环嘛 循环作乐 那有些人就不是这样子 那我知道就是可能在tinder上面 想要找男女友的人 算是少数 所以我会先把这问题丢出来 你是丢直球吗 是怎么问啊 我就说 May I ask what you're looking for 然后他们就会说 Sure I'm looking for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 那你在找什么 这样子 很少人会直接跟我说 我就是要来约炮的 但是 那你要怎么过滤 因为我觉得他们 没有但是 但是你跟他聊几次 他如果知道你是认真的话 他就不会聊 那他可能就觉得 他可能就觉得没什么去 就懒得可以浪费时间 对啊 就自己知道摸摸鼻子就走 而且我会跟他们解释说 我是想要找一个稳定 比较往的对象 而且我觉得这种话 你在app上面问 其实比较容易 因为你见面之后 再问的话 那就是会很尴尬 还要找时机啊 然后什么的 然后约出去都已经 不知道你可能还要坐 30分钟的地铁啊 然后去见了这个人 然后结果他只是想约炮 那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对 我会宁可就是 你先在app上面 先得罪人 先丢职球 嗯 没错 那你的策略是会聊多久 通过你心里的那一关之后 你才会约他出来 因为有些人的策略是说 我都赶快先约出来 我想要看本人 看真实的互动 我再决定要不要继续 那但是听起来是 如果是你要透过筛选 看他是不是真线 的话那你要先聊一阵子嘛 所以你大概多 聊多久 你会决定要问他 要不要约出来 嗯 其实我跟我男朋友 聊的当下 可能30分钟吧 然后我们就决定要 就是那一天约出来 喝咖啡 所以我说要聊的意思 不是说一定要聊个一两个礼拜 就是我要聊的意思是 我是想要探测这个人 首先他在app上面想要找什么 然后再来是 他是不是跟我的兴趣啊 或者是一些想法 有没有类似 像之前有一次 有一个男的 我就没有问他说 就是你是想要找什么 对不对 我就没有问 然后后来一直到就是见了面之后 我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仔细问他说 做什么工作啊 或者是你在哪里 念什么的啊 我相信就是各行各业的人 就是都 行行出状元 没错没错 行行谢谢你 行行谢谢你 现在中文很差 想想不出来 对不对 我们要帮他补充 就是行行出状元 但是并不是说各式各样的人 都会跟你聊再来 对啊跟你契合吧 跟我一圈 对 结果后来我跟这个人 约出来之后呢 他就说 他好像是从什么美国中西部来的 然后他就是带了身上所有家当 然后住在什么机场附近 然后他想要去当那个医护人员 EMR 然后他说这是 就是如果他当那个医护人员的话 就会是他的第一个非蓝领的工作 嗯 然后他之前都是在做餐厅服务生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那一次的经验蛮神奇的 就觉得 哦原来就是 那个我有人讲说 就是来纽约 就当然对我而言 就是从台湾来纽约 听起来也是觉得 哦感觉 在纽约这个大城市生活 感觉很困难什么的 然后但是 那一次跟他碰面之后 然后才第一次发觉说 哦原来对于美国中西部员员来说 就是纽约也是一个蛮敬畏的一个大城市 然后想到要在纽约这里生存 也是蛮困难的 但是就是跟他聊之后发觉 哦原来我们生活圈非常的不一样 嗯 就首先他其实也没有想要稳定交往 再来是我们的生活圈就非常不一样 譬如说他可能没有什么亚洲朋友 没有什么华人朋友 或者是他可能朋友都是美国白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在那个聊天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去找说 这个人跟你的 是不是想法啊 生活圈啊 真的相同 因为我觉得遇到像他那样子的人 然后对我来说是很新奇 有一些不同的见识 然后可以认识一些不一样的人 可是如果说真的要交往 然后可能会有点快 嗯 嗯 嗯 诶为什么讲到这个 哦 讲到说 要聊多久 会不会约出来 所以 没问题的话就 尽快见面聊一下 对啊 我也这么觉得 比较准 就是你把那些 你觉得太大的 不OK的方面 都确认没有的话 其实就可以 而且你要想哦 你如果不赶快约出来的话 后面也是 他还是可以继续翻 翻牌 翻三十五十张 对啊 他就跟你一样啊 就一直滑 一直滑 对 我觉得在 在整个 online的那个 约会过程当中啊 就是 你 你不要太容易就 投入感情 不要一刚开始就觉得说 哦 我跟这男的就是 聊了三十分 都聊一小时之后 我们好像 已经建立了 什么样子的情感 就是没有 你要把这当作是 你的目标就是 你可能要找到一个女朋友 或找到一个男朋友 那 你就是要继续去 除草嘛 然后就是 去除炸草 然后 然后去筛选到那个人 然后 你 约出来见面之后 还不一定会成功 所以还要约出来见面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对 对 所以呢 不要一开始 就是鸡蛋不要同样 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所以不可以 只 跟一个人约出来 你可能要 对啊 我记得你不是 一天还约过两个人吗 我就觉得 你真的是 很努力 对啊 我之前 之前约到 就是我要把他们名字 放在我的那个 行事例上面 不然我会忘记 叫错人 有吗 这样好尴尬 很剧错 通常都要叫错人 对啊 真的 可是 在美国就是 很多迈克啊 很多大卫啊 很多 很多约翰 那样的 对啊 那你们通常都去哪里啊 第一次 还是一样都是约十半 没有耶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